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葡萄 做的于 母鸦 小铃铛 嘿 小伙伴们的家伙 我是小铃铛 哈嘞 欢迎收看我们 这一星期的 生活 哈哈哈哈 冒险 第十三季 嗯 感谢小伙伴的收看 小伙伴们的视频 要记得点赞 评论之后的 就谢谢大家嘞 谢谢 来吧 咱们 先和我们 这三期视频的 剧情啊 诶 这个家伙怎么坐在这里啊 哈哈 咱们上去是那个 啊 建造了那个监狱 以及酒馆 对吧 是的 包括 呃 咱们两个也是给咱们 榆林镇的这些 护卫 都给他们戴上了 钻石套 以及钻石剑 嗯 然后咱们这期的话 哎呦 亲爱的你们啊 我真的是 奥不过你们 我找 我找 我去找 还不行吗 真的是 吹魂之旅 这个建筑小屋 呃 我已经是让它建那个 嗯 第四层了 因为 咱们这个 蓝图里面 不是还需要那个监狱 呗 什么监狱 医院 医院跟那个 跟墓园 嗯 然后对应的那个 嗯 殖民地里面也是有医院 医院跟那个墓园的 但它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把大学 给它建出来 要在大学里面研究 懂了 所以咱们这一期就先 先不赶它吧 嗯 看一下我现在鱼鳞真的 什么鱼鳞 咸鱼鳞的税收 它们上脚了多少 哇 11个绿宝石 nice 先睡一觉吧 等天亮咱们找村庄去 嗯 现在天还没完全黑 黑下来了 别睡我床 ok 好 ok 美好的一天又来临了 咱们分头去找一下村庄吧 我往这边飞 这村庄好奇怪 空冲 空冲村庄的话 大 大概率它们的皮肤都是黑色的 虽然它们很想我 你们就是搞事情 这里有个村庄 哎 因为生活很富裕 又上脚了15%的税 哦 这个妹才可以 这眼睛是一同的 那个妹子 哥哥你到我这边来 这边这个村庄好像 之前也来 我来了 这个妹子 个子好高 你看是一个 那个那个 他他这个发型 他到时候肯定会 我的天 你看他发型线这么高 会凸的 性格贪婪 先到处找找 哎 这里为什么疯起来了 不知道 什么情况 把它挖开看 哦 这个妹子 我这是个汉子吧 青年汉子 哎 这个好看 哥给我了呗 就有点黑 哇 你看这个 他的胡子都是 黄色的 我的天 还有吗 在找呢 这个村庄应该会有吧 有警卫村民 这边 箱子你翻过了 小黄床 那我去找下一个村庄了 我这小男 哇 这是一片什么地形啊 哦 一个空冲村庄啊 看看 能不能遇到 新衣的他 这一个小妹子 跑哪儿去了 这个小妹子 这个妹子 长发飘飘的 喝 哈哈 看看这个皮肤 哇 他眼睛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不知道 他是戴了眼镜吗 图书管理员 我这个家伙长得可以啊 你过来看 嗯 他这个舞区酱 哦 是 好红啊 好喜庆啊 还戴了个墨镜 未婚 得多去找 找几个村庄 哥我可以把他 我可以把他 给他订回家吗 你带回带回去带回去 放放你家那边 不要安置在我那 可是他没有 我那 我那搞的像是 孤儿收留所 你知道吗 你带回来的全是孤儿 我的天 而且都好黑 而且我还要套钱送他们那个 你忍心吗 怎么不忍心啦 就这不是给你的村庄增加收益吗 我这么好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老 哥 反正钱 我们反正我没钱 我都是从你那里套的 说的也是那么粉刺 行吧 咱们 先去多找几个村庄吧 嗯 好的 我这个妹子 等一下 我这妹子可以啊 这个妹子可以啊 我这边找到一个沙漠村庄 我要不要把他带着 我他有那个 路 白花饼 有冰算 你有病 有病 等你等等你病好了 我再来找你 小兔鸡 你没你没嫁我没娶 我我去你那边看看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就他肤色不怎么样 他发型跟我之前 找的第一个妹子是一样的 我 我过来了 哥你看他 你看他好 好 他是你的 不要 好小哦 这个可以 我这个红发 黑皮肤 怎么都是些黑皮肤的 哎 哎 等一下 这里 哦 有个僵属村民 打死他快点 不对 不对 你快 你快把 把外面拦起来 怎么了 有个僵属小孩 小女孩 他居然不打我 我能用仙人掌拦吗 他说的是什么 我把里面封起来了 等一下 我做个标记点 我回去做那个 做虚弱药剂 把它变回原样 虚弱药剂 它需要发酵蜘蛛眼 我有哎 你给我 我看一下 虚弱药水 我看一下 可能有 可能我有 喷 要喷溅型的 神龟药水要吗 喝 喷一下 它 它就会锁起来吗 喷溅型 它就会锁起去一间 说不定 哎喷溅型 吸用药水 我有有有有有 快快快快快快过来 这在准备个金苹果 你在哪 你买了吗 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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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来了我来了 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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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了 这个空间这么小 会碰到我自己 你死了没事 反正它不死就行了 哦 哦 哦 它又变了 稍微等一下 还没变吗 是金苹果的 药效不够 再买几个 不可以又见它了 再再再再 再给我评 虚弱药剂 好 是不是要等一会儿 可能 它身体在抖 在抖 我听听你吧 挺可爱的 黄头发 还有个红色的蝴蝶结 你走开走开走开 你出去出去 它在抖哎 对啊 它在抖 我再喷 再喷一遍看 好像还是不行 我听到 吃饮 等一下虚弱药剂 我也买几片 我不是卖进去了吗 我要去前面看看 哥你自己一个搞定他哈 我走了 嘿我学了要心呢 要在后面很后面找 哦 这里还藏了一个小男孩 好吧再买一瓶 学个女孩 我瞎了吗 那我我再给你我再给你 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走开走开走开你走开 我撕回去吧 我再喷 你还不变 我怎么不在这 再喷 再喷 我睡一觉吧 喝 不给我睡一觉 是不是要过一天 他才会变 你把性格带回去 我带不了 能带我肯定 肯定把他带回去啊 这哪来的汉质 睡一觉睡一觉 看一下第二天 他会不会恢复 恢复原样 好的 就原地睡觉吧 嗯 我看看他有没有变 还是一样 那他又怎么变回去啊 是不是要等 等那个效果给消失 不知道 就这样静静的等待着他吗 哎 行吧 咱们暂停等一会吧 嗯 我这天经过漫长的一天 差不多一夜的等待 他终于变成正常人了 而且我获得了一个僵尸科医生的成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绷端了 嘿嘿嘿嘿 我还以为又要绷 你过来看他好可爱 蝴蝶姐 然后穿上这身衣服啊 你干什么啊 干什么 我要好好看看他 我 我他套真是红魔一色症哎 还有色蝗 我 我怎么感觉他给我好配啊 我先说明啊 我不是色蝗 我是色弱 信了信了信了 等一下 我得想个办法 怎样给他带回去 这张床被被阻挡 他现在坐坐坐坐在床上 你找找个床睡一觉 好 好我已经睡上 OK 呃 现在 等一下 我把上面给他录掉 要不然的话 当他坐在我肩上 会卡在方块里面 先把他带出去 嗯 互动 举起来 举起来 我看是能不能传送 先短距离传送 哎 可以 可以这样带他回去 对啊 那不挺好的吗 我不敢传远了 我怕摔死他 你慢慢的传 我看直径传送回去看 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哦 我不见了他 完了 刚刚传的哪快回去 等一下 或许他在你街上 在你街上 在我街上 在我街上吗 对对按蹲下 我帮你把它钉在这看到吗 我看不见他 我帮你把它钉在这看到吗 我帮你命令 有在此地 你确定 对对对 我这边也录着视频呢 哥你得相信我 我 我 为什么我看不见他 好了 在家安 再次安家了 你传 再传送走一下看看 再回来 你让他呆在这 嗯 你再回来 我看到他了 对吧 我他衣服改变了 长大了一点啊 长大了 对啊 大了一坨 蝴蝶结没有了 嗯 有点可惜 我要不是再送他 再送他 送他那个 再再长一长 就长了 嗯 来吧 长吧 呦 好看的还是 呦 哦 嗯 果然长得漂亮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是啊 又白白净净的 眼睛又好看 头发也好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先跟他聊个天 现在是零的那个 嘿 很高兴认识你 先跟他讲个笑话 大小太逗了 我达了六 你看啊 我这个方法果然没错 嗯 讲个故事 你怎么能杀死一种 可怜的小羊呢 完了 我感觉他 可能有点难聊 太好玩了 再讲个笑话 你可不是真上最 最搞笑的人 嗯 等一下 要真的那个吗 要用我的实力 符合他的方式吗 你可以使用你的 财力符合他的方式 你好像比那个什么什么 更有趣 哎 成功率还是有的 哥 你要想一想嘛 对不对 你跟女孩子在一起 肯定要花点小小的钱钱的嘛 毕竟要约会吃饭 送礼物 就讲个故事 完了 走开一会 再走近 嗯 十九了 完了 家不会炸了吧 再讲个笑话 不要 不应该讲这个笑话 不能送他东西 我要纯撩 把他撩到一百圈 加油 不行好像有困难 哈 完了 行吧 就行这样了吧 加油 要把这边先结束这一期了吧 嗯 好的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